丽婷生高中生活把时间安排得很紧 这大学真的有那么难考吗 就连丽婷生也要这么用功吗 他那么聪明 考上大学应该很容易不是吗 可是他似乎没有多少空余的时间 爸爸 就算他不用这么用功 也能考上大学的吧 大不了到时候让他直接 算了 他才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 嗯 况且 他的确该比别人更加用功一点 嗯 我讨厌高中 下午去逛逛街吧 我找人陪你 不大想出去 一个学期的时间 因为丽婷生逐渐减少见面 影响了心情 所以学习自然也跟着心情有所下滑 便拎出一道题 习惯性的给丽婷生打去了电话 丽婷秋 嗯 这套公式就能得出答案的 替你确定要一遍一遍的问我 确定啊 你又不是看不出来我什么意思 其实也是真的解不开 最近感觉很吃力 丽老师 我需要你 我没空 有什么问题 大可以问你的同学和老师 丽婷胜 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想问他们 叶青秋 想不想是你的事情 我也说过我没空陪你闹 你真的很忙吗 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开玩笑 哦 那你忙好了 挂断电话 毛子微微动了动 他最终将手机收起 转身推开了图书馆的门 哎 快到了没有啊 不是他 哦 是叶家那位小祖宗啊 哼 那可有你说的了 居然被那个小祖宗看上 哎 不过还真是没想到啊 他居然喜欢你这样的 那祖宗向来傲气得很 感觉没人能够入得了他的眼 对人不冷不热 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 不过也没怎么好接触过 也不知道他的性子到底怎么样 哎 可是啊 他长得是真漂亮 也不知道他如果当成女朋友 会是什么样子的 会不会是那种很会撒娇的人呢 不打算学习就滚 哎 不是说让我帮我补课啊 这还没过桥呢 你就翻脸不认人了 突然之间抽什么疯 哎 难不成 我刚刚说叶家小公主漂亮 你不爱听了 丽廷申将手中的笔摔在一边 先眸冷冰冰的看着他 哎 好好好 我错了还不行吗 哎 不过你突然间生气 难道 在你眼里 叶青秋长得不漂亮 殷瑞绝 行行行 不说了不说了 以后再也不当着你的面 说叶家那位小祖宗了 好了吧 哎 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叶青秋 丽廷申啪的一声 将面前的书和尚 殷瑞绝连忙闭紧了嘴巴 直挺挺地坐在那里 岂没弄言 给丽廷申示意她不再说话 我也要不订是